這是大圍站E出口 一路走一路說 今天可以去城門水塘 由大圍去城門水塘 看到新強記沿著這條路 這是新強記 沿著這條路一路上 經過陪橋師院 然後走下城門道 就會到達下城門水塘 然後我們可以穿上城門水塘 由大圍站一路走這些馬路上 下城門道走20分鐘左右 經過報復紀念館等 來到這裏大家留意一下 因為繼續走這條馬路上 有一條稍稍叫捷徑 就是走這裏 有個反射鏡 我們從下面上來 我們在這裏 小心這個大樹應該不會倒下來了 這條雖然是捷徑 但是比較多這些樓梯 如果你不是特別喜歡走這些小級小級的樓梯 我建議大家都可以走回馬路 長一點 彎彎曲曲 最終都是在上面接著這條捷徑 走完這百多級樓梯之後 就出回馬路了 來到這裏 很多人都會上過來 他們是 特意上來放那些模型飛機 或者看別人放那些模型飛機 你看到那個牌 右邊那個牌 就寫著下城門水塘 那些人的車 隨便就停在這裏 應該抄牌的機會都不大 因為有些人在這裏 我們不走那邊 我們轉左 走這條路 我們是繼續上山的 我們轉左進來之後 看右邊就是這個 下城門水塘 繼續向前走 留意一下這條路有車的 小心不要只顧著拍照行山 或者聽音樂 總之留意一下交通 很快我們就不用留意交通 在前面 來到這裏有分叉路口 一直都沒有分叉路 來到這裏才有 左邊這兩個牌 我們不要去 我們呢 右邊看到這個 黑白的車的欄杆 我們沿著這裏走一走 我們走了二三十步 來到這裏 看回那個 黑白的車閘 走到這裏 二三十步 我們就看到這個山路入口 綠色欄杆 一路上 接下來的山路 不會是波幅很大的 比較平緩 但是山路是比較窄一點 走的時候小心一點 不要插錯腳 剛剛的山徑入口 上了大約一百級樓梯 然後呢 就不用再上了 一路走的 很大段時間的山路 都好像現在這樣 這些呢 就是比較平一點的 但是窄一點的 你看到路面呢 有一點點向外傾斜 你可以就走左邊一點 不要一下不小心 扇腳 扇軌了去右邊 那你受傷就無謂 那如果你不是小孩子 亂地飆 我想受傷的機會都不大 在這裏看下城門呢 就一點都不開陽 沒有什麼位開陽 這裏算不錯的 穿過那些樹 看到下城門 最近有個年輕人問我 一些細節來的 哇 喂 我設計了一些圖案呢 想印到一些小手袋 看看可不可以賣得到 經IG 即是社交媒體 那我啊 怎麼這麼厲害呢 這個年輕人 即是書都未曾讀完 即是在大學階段 即是二十頭 那為什麼可以這麼厲害 我心這麼想而已 我沒有這麼說 那我就給了一點點意見 他 但我想說一件事 當個年輕人這樣問你的話 其實呢 他是 很有做生意的細胞 因為他 不會覺得這些東西 可以在學校學到 而 做的東西 老師都不懂 老師更加不可能會教到他 但他們做的東西 就是很簡單直接 因為我認識一個人 也是這樣的 他賣衣服而已 在網上開個IG帳 開了一年 他那個更厲害 沒有讀大學 開了一年 有萬幾二萬人去追蹤他的IG戶口 那 他為什麼可以做到這些東西呢 因為他呢 其實每天都有鋪上去 而他鋪的東西呢 是漂亮的 有少少攝影技巧 有少少攝影的天分 拿一些角度 鋪排 擺設 將他的產品 女性產品 擺設是很漂亮的 即是那些 手袋 飾物 頭巾 那類東西 擺得很漂亮 拍出來 別人見到是容易心動 他不斷網售 已經賺到錢 好過 你可能大學畢業 打一份工的收入 即是很奇怪的 你見到有些人 其實只要他肯做 而他有這樣的心思 他又喜歡這樣做的話 他成功的機會都是很大的 當然可能會失敗 但是 不重要的 失敗就是試過別樣 即是這些 全部都是小孩子做 年輕人做的事情 而他們絕對不是 在學校裏面 學了怎樣讀商業 經營 或者讀MBA 即是看看怎樣 碩士博士 然後出來做這些 絕對不會 反而是 那些無所事事 在想辦法的 那些人 就可以做這些事情 那他們 不一定成功 但是他們是勇於嘗試 所以如果你說做生意 現在這個時代 跟我們以前 成長的時代是不同了 他們的做法 跟我們的做法 都是不同了 但有一件事 是跟我們一樣的 就是 他們肯去嘗試 肯去博 肯去想 肯去做 不行的再來 那這個呢 就是 我感覺到 是最重要 做生意 成功的一個因素 不過做生意成功 當然不只是這些因素 還有其他呢 就是 重要的因素 即是 你要對錢敏感 你不能夠 洗腳不抹腳 什麼都拿去摔 什麼都拿去威 那你不計劃一下 究竟要花多少錢 可以收回多少錢 你不計劃這些東西 中個頭髮去做生意 這個就很危險的 什麼人對錢敏感呢 其實那些 對錢敏感的人 他會覺得 一眼看下去 就知道什麼東西 貴什麼東西 便宜 就是好像 舉個例 你去生果檔 那裡 20元7的橙 那樣 另外有一檔 就是 30元10個 你要一眼就看得出 20元7 還是30元10個 是比較便宜的 如果你要慢慢拿計數機出來按 其實呢 你對錢 不是那麼敏感 對錢敏感的人 他一天到刻 就是在想錢 哪樣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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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對這些加減乘的簡單數 他會是比較容易理解 比較容易會有反應 是知道 哪個是好處 哪個是好處 你不是那麼輕易騙得到他 我認識的年輕人 他在網上賣這些小飾物 手袋等類似的東西 那他的做法 正正就是我所說的 他就設計了 10款20款的產品 如果他覺得哪個產品做得到 他就繼續做下去 做大些 他就不會 傳起貨量做很多 那可能呢 其實一款的產品 是一兩隻的 你要買 他就即時可以交給你 你要買的量大些 而他庫存是不夠的話 他就會跟你說 就是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 你就先付錢 我就跟你去安排 大約兩個禮拜交貨 現在很多網上銷售都是這樣做的 當然 你要對方相信你 但是如果你做大了 那個信譽自然來的 就是因為那些錢不是大 你買這樣的 食物 衣物 這些東西 他不是很貴的東西 人家其實不是很怕你騙的 如果你那個 網店是做得大 做了時間長的話 人家根本都不怕你騙他的 那些三幾百元是什麼錢 這條路挺好的 即是你行山你喜歡靜 就真的不錯的 不是很多人走 而上來又不是太辛苦 雖然剛才說 這裏又要上樓梯 那裏又要上斜坡 那裏又要上斜坡 其實來到這裏 海拔只是130到150米之間 有時候好像微微落 偶爾又微微上 即是百多米海拔的地方 你很容易就可以到達 另外說做生意 所以無論是以前還是現在 雖然方式是不同了 但是呢 有很多東西我們要明白 是一樣的 就是說不熟不做 你不懂的東西 你就以為很有興趣 我應該做得好的 那你去做吧 即是比如 你自己都未曾做過指甲 那你又無端端開間收甲 那你多數都死定 因為你不知道那些客人 怎麼想 你又沒有那些客人 你又不知提供什麼服務 是最適當的 那你最重要呢 做一些東西 你本身是有一定的認識 有些這樣的小瀑布 小橋流水 而你做的事情 怎樣認識呢 你可能經不同的渠道 認識回來 我舉個例子 好像老蕭那樣 他是方方面面地接觸 知道某一些生意可以做 然後他就走去做 但是他有一個優勝的地方 就是他有一定的 Youtube訂閱者 變成他可以在他的Youtube頻道 不斷地推廣他要做新的生意 就是好像以前 他做財務 做瘦身 做這個韓牛 做這個餐廳 他全部都是自己走去 宣傳自己的生意 那是好著數的 那你不用給廣告錢 那你只要拿到一個貨源 那你又訂到一定的數量 那然後呢 在自己的Youtube頻道 拼命呢 是這樣賣 所以 會容易過其他人 開始很多的 那當然啦 你不是每個人都有這些 這樣的渠道 但是由於現在社交媒體 這麼盛行 有很多年輕人 都有這些渠道 他可能Youtube頻道 做得不成功 他IG做得成功 那又說回來 就是說呢 你懂什麼就做什麼 如果你是完全不懂的 那些東西 你就去做 那個風險很大 比如好像 我沒搞過電影 我去搞電影 我肯定是蝕到趴在那裡 就是好像那時候 老蕭 搞天網角就是這樣 那他不熟那飯 他去搞 純粹是一康熱情的搞 由於你不懂不熟 也都未必追得到 那個科技的時代的節奏 但是你就默默走去做一些東西 那你很容易就會失敗 講了這麼久做生意 又講一下哪些人不適合做生意 其實你在生活中 你可能遇到很多人 跟你聊幾個天 你知道他不適合做生意 就是有些人 第一 他的知識面不夠廣泛 所以他接觸的生意 的飯數會少 所以他能夠做的東西是少 你做的東西是少 成功的機會就會少 而另外 通常就是性格所限 如果你看到那些人 是做公務員 做紀律部隊 做教師 其實這些人 他都是比較保守的人 他心態上是比較保守 聽話 你叫他做什麼 他就做什麼 他在一個制度裡面 他可以生存 但是如果你不教他怎麼做 出來做生意 什麼都是靠自己想 靠自己去撞 靠自己去搏 靠自己去搏 那他就會很難 所以就算讀得書很厲害的人 乖乖仔 他都不適合做生意 我剛才那些是例子 還有一些在現實裡面 你會經常見到 有些人因為公司裁員 他出來 覺得他都累積了這麼久 社會經驗 應該可以做到生意 其實也未必的 我見過一些很失敗的例子 就是 他公司很成功 兩個人 一個在公司裏面 就是做Marketing 做推廣 另一個就是 在公司裏面做會計 他們兩個都很清楚 公司二三十年來 是怎樣賺錢的 他們公司做玻璃 當時吃正的小 就是從很小的生意 開始做到很大 在他們的眼中 他就覺得 很容易 我看著你怎樣做 我照做就行 他就不明白一件事 在二十年前可以這樣做 你今天再這樣做 你失敗的機會是很大的 因為市場變化了 無論是經營方式 或者人的口味 對產品的要求 完全都是變化了 以前成功的方式 以前成功的產品 現在你再做一次 是可以完全令到你徹底失敗 但是 他們就不明白 我就見過一些這樣的人 找了一班朋友來集資 找到我們 我一聽下去知道有沒有興趣 你打了這麼多年功 你怎麼會做生意厲害呢 你其實聽你說話 你各樣都好像看得很容易 但實際上 他就不明白 有很多東西 因為那個時勢 有個trend 有那個趨勢 有那個走勢 你就可以成功 就不是 下面是下城門 多漂亮 就不是 同一個方法 你去複製就會成功 在這裏總結一下 究竟做生意成功的人 他其實有什麼特點 我剛才說過 他對錢敏感 勇於嘗試 以及 他會 能夠洞悉到趨勢 他知道 什麼是時興 什麼不是 以及 他的接觸面是廣的 即是他認識的東西是多的 就不一定是深 但他認識的東西多 他接觸的機會就會大一點 而比較重要 就是他不是一些乖乖仔 就是好像 好聽老師說的那些乖乖仔 你 叫他做什麼 他就做什麼 因為這些人 你一沒有了別人的指示 他就什麼都做不到 他如果完全是靠自己 自己去想 自己面對問題 自己去解決問題 他做不到 他在生意上一定不會成功 來到這裡 你留意一下 這個 一缺仔的鐵欄杆 這裡是有分叉路的 你看到有絲帶 如果我們是轉右下山 下去 就可以繼續向前走 就會見到大水壩 然後在大水壩上幾百級 就是上城門水壩 上城門水壩 而我們如果是轉左的話 我們看到 這邊有山路 這邊 亦都是有山路 兩邊看下去都是可以走的 我們選一條大一點的路來走 現在我腳踩著這條 是沙田郊野徑 是大維新村至城門段 那你說 剛才我弄錯了分叉路 我向左邊那條又怎樣 其實現在直去這條 跟剛才你左邊那條 比較窄一點的路 最終在前面回合 殊途同歸 所以我們也不用擔心 你就算 覺得走錯了 如果你有地圖在手 你就會安心 好多好多 我由大維上來大約是 一小時二十分鐘左右 慢慢走一路 來到這裏要小心一點 這裏有條好像引水道那樣 然後呢 前面有個水母設施 那我們呢 要經這裏 屈一屈上去 一二三四五 五級樓梯 跟著呢 過回來 這裏又下五級樓梯 我們呢 向右屈過來 就繼續走回這條 沙田郊遊境 那接下來呢 前面呢 的景觀呢 就會漂亮很多 來到這裏 看回右呢 又多漂亮啊 這裏是什麼呢 城門隧道 這裏的設計是引水道 但是我相信已經是失去了它的作用 因為是完全乾確的 那也有很多呢 樹啊 泥啊 塞住了 也都沒有人打算清理 那所以呢 這條引水道呢 應該是已經荒廢了 再說回呢 其實你適不適合做生意呢 根本上 我感覺上是命中注定的 所謂一命二運三風水 雖然呢 我不知道什麼叫風水 你問一些坑儀學家 但是呢 命運呢 所謂命 就是你生出來 你的性格的取向 那你究竟 是不是適合做生意呢 因為你是乖乖仔 別人說什麼 你做什麼那些人呢 因為你是懂得獨立思考 遇神殺神 遇佛殺佛 自己敢於嘗試呢 那這個分別很大的 那所以呢 命就是這樣 運就當然看看你那個時間 究竟是不是經濟崩潰 這個是戰亂啊 你出生在什麼地方啊 那也都很多這些東西 就是命運都是息息相關 但是風水我們不說呢 所以呢 老一輩的人說 唉 吃多少穿多少整定 其實可能都是整定的 如果你在這個角度去看 你不是那塊鳥 你怎麼都不是那塊鳥 那你就算隔硬去做呢 做一些自己不擅長的東西呢 你最終都是失敗收場 如果你性格上是不適合做生意的呢 你早點知道不要拼搏 安安穩穩平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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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過一生呢 可能更開心 那我由大圍站走到上來呢 一個鐘頭零五個小時 那路杯呢 全部都是清晰的 那沒有什麼特別窄的 有些危險 你帶小朋友來走的話 如果不是呢 這個應該是初階路線 那回頭看一看 我從這裡上來的 大約兩百級樓梯到 那就到啦 我們走前一點 就會裝回去 慧液順徑 看到嗎 這裡呢 左右都是慧液順徑 向右城門水塘 左邊九龍水塘 有機會走一下 現在去城門水塘 這個慧液順徑標距住六十九 那我們呢 繼續向前走呢 走去水塘的主壩 城門的主壩 不是很遠的 就在前面 剛剛那些樹遮了 走多十兩步呢 你看到呢 過開陽位呢 就看到整條主壩了 我剛才說過呢 如果我們剛才一早轉右呢 我們不上我們這條路呢 我們就會最終在這個主壩 現在看到 中間一條線那裡 是幾百級樓梯 在那裡上回來 結果其實你無論走什麼路呢 你都要上回那麼上去的高度 來到這裏 城門水塘的主壩 我正前方的高山呢 就是大帽山 你看到那個波波 那現在我們一度 向這條主壩這裏進發 看看才知道 原來這個城門水塘 是1933年建造 歷時4年 1937年完成 33年建造 現在23年 即是90年前 真厲害 一眨眼 這個水塘建了90年 現在都不是怎樣用這些水 我們用東江水 這個主壩很漂亮 水塘也真是很漂亮 現在我站在水壩上面 現在正前方又在水壩 那裏是菠蘿坡 你在沿著這條路呢 一路繞住 城門水塘走到那邊 你可以搭小巴走 那如果不是呢 你就可以 好像我這樣 繼續走回去沙田那邊 沿著這條大帽走過去先 這集拍到這裏 拜拜